现在我们已经下车了 天哪 这样女网友是走这种路吗 他的生病的爷爷就停在我们的旁边嘛 必须安可带我们进去 现在我们要转11个小时的车 到达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这个车看着倒是不错呀 你看好像另外两个也是背包客 哈喽 这可能是我最后的 我坐过最舒服的大巴车了吧 这么爽啊 这应该是我坐过最舒服的椅子了吧 哇塞包裹的好颜色 那叫一个享受 18年9月下旬的时候 我突然收到了一个朋友传给我的讯息 这个信息对我来说的话简直是五雷轰顶的 几个月前我们还在一起剔修的朋友 就因病去世了 他年仅30岁呢 当时我们正在印度旅行 所以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但事后我复盘的话 如果我在重庆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勇气去参加他的葬礼了 因为我很怕看到他冰冷的样子 所以很遗憾第一次面对这种朋友的死亡 我可能第一反应选择的是逃避 但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个印尼的神奇的部落 他们会和自己逝去的亲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每天正常的为他们共鸣三餐 可能他们对死亡的看法跟我们有些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就出发 准备去开始我们的报写吧 这车突然就请到了路边 我看一下发生了什么情况 轮胎又坏了吗 这报的好像是内胎啊 这是保留节目吗 每次坐车都会爆胎 爆胎的间隙 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他们的高速公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旁边就直接住个民房没有隔离 还有我都这样 车上现在已经变成蒸笼了 大家都下来了 我们到别人的院子里来 你看别人的人好热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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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长得挺像的吗 为什么还要找我们合理 等着你长得太像 泰国的一个明星了吧 你这个不演的好 现在我们停在了一个服务区 我们来检查一下 印尼小镇乡村的服务区 到底吃些什么东西 我要不来一个随机开盲盒系列 我们来一个稍微贵一点的 这个 铁士们你们看我们吃饭的环境 简直绝得好好 面朝大开 春暖花开 这个厕所简直绝了呀 海景厕所 哇 你的这个随机来了可以 海鲜炒面 第一口肯定要先给我们的祖宗们了 吃一口 其实料还蛮足的 刚从旁边大海埔上来的 不是点的套餐吗 怎么上来了个白饭呢 嗯 顶级美味 好 结果不止白饭哈 我还有其他的 一个汤 一个大鸡肉 哇 酥脆爽嫩 还有一个老姜的味道 铁士们先吃 搞忘了 不好意思 这个看起来可以 这比我的好吃多了 问一下你们这个点成多少钱 这个炒海鲜和这个炒海鲜饭 三万 这个十万五我去 这个都乖铁士们 我为了节目效果随机点的 我们是早上七点钟出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开到大山里面去了 然后 是的 又出问题了 车又坏在旁边了 哈哈哈哈 我都不知道今天多久能到啊 今天真的又是悲催的一天 哈哈哈哈 我们俩是问什么 这大晚上呢 好像山路太多了 又出事了 我就直接摔了一个人下去 现在我们最后 还有二十几公里就要到了 大家停在这里休息 我们现在随处可见 这种传统设计的建筑了 就在这里 但我跟你们讲啊 这有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就是 如果说啊 你们看到这个建筑是没有开窗的 最好千万不要去碰 据说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逝去的人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晚上过来的气氛 是相当诡异的 哇 有点感觉哈 现在海拔是一千米左右 有点感觉不寒而栗 哇 现在我们已经下车了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是到了整个拖拉甲地区 最大的一个小镇上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去找一个住宿 这上面有宾馆吗 安娜 有 一定有 哇 这里真的有宾馆吗 老铁 太诡异了 这里面真的有这么一家旅馆 这太神奇了 你今天有宾馆吗 是的 我还有宾馆 你来进去看一看 OK 哈哈哈 再见 哈哈哈 这个深山里面的这家旅馆看着还不错呀 挺有格调的哈 嗯 哇 好漂亮啊这里 这是厨房 哦 哦 这个房间相当好啊 安娜今天就勉强睡一下这里了吧 真的勉强安娜 我睡上没有 哦 哦哦是哈 哦我们俩应该睡 没问题 搞错了 搞错主角了 真的搞错了 对不起 哈哈 我们再看看这个阳台咧 哇 这个阳台这么大呀 明天早上再给帖子我们看哈 对 再来看一下卫生间 哎呦这个卫生间可以啊 这个干涉分离的 透车 看到帖子们 最后又进入了你们最喜欢的 净菜价格环节 给你们三秒钟时间 啊 还有两个变量要给到你们哈 就是没有热水 没有空调 一 二 三 心痛的价格帖子 325 心阴阴 左通 哇塞 这里风景也很漂亮啊 现在我们已经从旅馆走出来了 你看到我对面了吗 我对面那个高高的山上 有个什么 十字架 你就知道哈这里的信仰 下面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啊 我们就开始探索这边区域 首先来说的话 我们先必须得租个摩托车 在街上就能遇到 跟我们打招呼的小朋友 好可爱啊 哈哈 感觉山区里的人特别特别纯朴 你叫吗 拜拜 这里有一个驻摩托车的 这个时候啊都不用多做介绍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哥乐山车神了 我是车女神 好多一天 100元 你不用了 他说 OK 看到没有 他们是知道我哥乐山车神的名号的 所以说护照都不用 哈哈 不是说老哥 可以 好 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 虽然坐着哥乐山车神的车 真的超级不放心 但是我们还是出发了 这怎么说话的呀这个是 怎么说的这是 没事这个不重要哈铁子们 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市中心 你看到处都是他们这种像牛角型的建筑 他们真的以这样的文化作为骄傲玩 诶 你看这里也是 哇 你看这边也有 哇 这里都是 太多了 你看甚至他们的门头这些都是水牛窝 哇 看着 黑霸气了 你看连门口的港亭都是水牛窝 我们找了个地方停下来 近距离观摩一下 我的天哪 哈喽 这是什么动物的骨头 你知道吗看到这些 我真的很想了解他们的文化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神奇的存在呢 再看这个房子 怎么这有这么多的水牛角啊 我数了一下这有三十堆之多呢 我们在这个旁边的树林里 发现了一块大石头 这里还有照片 他们不会是把人 应该是 应该在里面 我们现在又走到了一个更神奇的地方 你看这里 这么大一块石头 他们把石头凿穿了之后 把人直接放进去 我的天哪 这个太神奇了 上面呢还在着呢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真的很好奇啊 再来看看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海拔是1360米左右 看看这个景 哇 太美了吧 这里可以吃点东西 我们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走吧 这里吃饭就会吃得多一些吧 对不起 看我们中午在这里点了什么 一个汤面 我这个是混合肉饭 一个炒菜 阿娜这个是炒面 看来可以吧 这一路上有好多的谜团啊 所以我在想 能不能找一个机会 混到别人家里面去住一下 这个是我觉得挺重要的 我联系到一个本地女生 她是可以的 真的 真的吗 你勾兑了一个 沟通 那叫沟通 沟通沟通了一个 明天晚上可以住 明天晚上 哇塞 靠谱靠谱的 靠谱 靠谱 谢谢 阿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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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要开车 去见阿娜认神的女网友 我们看还会有什么精彩的故事 天呐 见女网友是走这种路吗 得不得被卖了 天呐 下来了吗 阿娜她真的约我们到这里见面吗 这个桥这里 是啊 过去 我得下这么大雨啊 My name is J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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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累累 Wine up Wine up 现在雨终于停了 Nathalia想带我们到他们的村庄里去 他说今天晚上可以安排我们就住进他们的村庄 我们现在跟着Nathalia走到大山里面来了 哇塞 这个感觉哈 气候突然冷下来了 这气氛都有些怪异了 嗯 哇塞 慢点慢点慢点 我在咬沙咬了 我们今晚是住这里吗 应该是这一栋对吧 ok 我去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哦哇 nice 今天我们就睡这里 哦 这里还有一个床位 可以的 哇原来床有房子的内部哈 嗯 这还挺温暖的 弟兄 伴父母和祖父母和祖父母和祖父母 所以平常的房子的Toraja有三个房子 前面,中间,后面 所以这就是最重要的房子 所以以前我们放在这边 我们放在这边 我们放在这边 但是现在我们不放在房子的房子 anymore 这里是男人的房子 我们也保留着衣服和其他东西 这地方特别是女人和孩子的房子 你就睡这里 我都可以啊 我们俩还是睡一觉 可以一起睡吗 是的 你可以睡这里 是的 房子的房子的Toraja 最多的房子的房子 都向南部和南部 所以南部是在那边 然后南部是在那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哪个房子的房子的房子 但是如果大家要注意 所有房子的房子在Toraja 都向南部和南部 都向南部和南部 我们来自宿的房子 从南部 我们往南部 回到宿的房子 然后在一张房子中 所以我们做的房子 就是做的房子 所以我们做的房子 我们永远的房子 我们来自宿的房子 回到原本的房子 按照本来自古人的房子 到中国 他们到了这些 在一千万年前 他们都将来的房子 但他们只是混在文化 所以我们有些人 有些人 我们有眼睛 有些人有眼睛 有些人有眼睛 因为它们已经混合了 但是我们有些相似的相似 与人们在中国 像我们的传统在这里 所以我的朋友之前有过程 与人们的专业的专业 所以女性专业 与云南 我会展示你 我们有相似的相似 这是一个普通的专业 在中国 这家里 哦 云南 哦 亲同气哦 哦 鱼鱼鱼 这就是buffalo 最重要的专业 东郭南 哦 这个传统房子的名字叫东郭南 这就是他们的主屋了 这个里面 就他们平时都会把 他们所谓生病的人停在这里面 就我们俩坐这里算了吧 你们看到这些印子没有 这就是以前他们放光材的印子 抬走了 抬到隔壁去 这楼下就是他们的客厅 客厅看起来也挺漂亮的 哇 他为我们准备好多茶呀 太贴心了这就是 那你怎么说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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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才看到我们这个传统房子 嗯 这里这么多的水牛角啊 哇 天哪 他们说的至少是24对 24对 24对往上走啊 越多越好 对了 足以证明这家我说是大国人家了 对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他准备带我们去看一下他们怎么做传统食物的 这个一看就是顶级美味 再配一些当地的野菜 看着都好吃 这是他们养的土鸡对吧 然后他们会把这些菜混合进去 然后就塞到这里面去 然后再走到旁边来 应该就是把这个竹筒再加热对不对 加热了之后就可以吃了 我都已经闻到香味了 饿了都 你会感觉到它入口多 急化 我们现在还要等大概40-50分钟左右才能吃得到东西 刚刚纳塔利亚告诉我们 他的生病的爷爷就停在我们的旁边 就大概5米这个样子 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他了吧 就是晚上别人要休息嘛 对不对啊 你别说啊 这个天真黑下来 感觉气氛有些不一样了 哇塞 看着可以哦 很棒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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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米拖拿甲产的 你看就是颗粒饱满 今年收割的 然后我就先来开箱一下这个哈 嗯 哇 好吃吧 咸口相当好吃 我再尝尝鸡 真土鸡啊 这土鸡的香味啊 真的是适应 我那时候香味我都有口水了 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 嗯 好吃 在那口本地的新米饭 嗯 上头 然后你还一定要亲自尝一下吧 拖拉甲的辣椒 哇 嗯 跟重庆的比起来怎么样 So hot 太多 哇 哈哈哈哈 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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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像猫 猫 一切结束以后啊 今晚真的睡这里 感觉有点怪怪的 外面下着好大的雨啊 出来上个厕所 出来上个厕所 你怎么 这晚上出来啊 气氛是最恐怖的 真的 爷爷我就真的 打倒了上个厕所 就上个厕所而已 真打倒了 这大清早起来的 他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早餐 他叫我们先喝这个咖啡 拌着这个点心 然后欣赏的这个风景 写着来先吃 说一口 哦 是好 非常好吃 吃完早餐啊 我们就去见 生病的爷爷 必须安卡带我们进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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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给他 爷爷说一声 嗯 My name is Joss My name is Lait Laito Jesto Wainato Hello Grandpa Nice to meet you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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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pa Hello Hello Nice to meet you So they keep the body of grandpa in the house 6 years Moleum Yeah So when we still keep the body of grandpa in here We have to call him as Tomakula Tom means people or person Makula means fever So that's why I said He is sick Yes He is feeling unwell Yes So we cannot call him as a dead people Before the funeral ceremony Before the funeral When are you go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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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The funeral ceremony of him Yeah Depend of the The decision of the children of him So grandpa He has 10 children You ar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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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Number 9 Number 9 Number 9 How old when you first saw the body Oh the first time when I was a little Seven So first time Are you afraid Not scared Scare because we get used to it Live together with the Sick person in the house So when we are little If there is somebody from the house Die So we just looking at them like this So from time to time When we grow older We are not scared Anything You believe the soul So before the funeral ceremony We still believe That they are still here with us Because before the funeral ceremony The soul of them Based on the old belief system Cannot go to the afterlife So we need funeral ceremony So the soul can go to the afterlife That's why we have to sacrifice buffalo Because based on the old belief system The buffaloes Will be a transportation For them to go to the afterlife That's why some people from high class Have to sacrifice several buffaloes They sacrifice as fast as they can go to the afterlife Yeah So they sacrifice any kind of beautiful buffaloes To make the soul arrive quickly in the afterlife Quickly yes Do you mind another question If you are sick like this So you will do it So they will do it the same So for example in the future I have children And I get married Maybe to someone from abroad I will keep telling my children Like you came from Toraja Your blood is a Torajanese So you have to do it the same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come to here To see Grandfather So every time I visited him I always talk to him And I say grandpa I'm sorry I just have time This week To come So we cannot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 But don't worry I brought some Your favorite drink Because when he was alive He drank a lot of beer So when I visited him I usually brought some beer Or sometimes I just like rolling his Covine And then I clean it I clean even the face And I just talk to him And say oh your face is dusty I need to clean it a little bit Something like that So normally When we still have a sick person in the house We normally serve food twice a day Twice a day Yeah because we still pretend That they are still alive It was 1974 They are still alive They are still alive They are still wearing the old clothes They are still wearing the old clothes Yeah The uncle is so young Wow so young This is the green part The clothes Yeah Oh This is the living pictures They are still living pictures Oh 还有课本 看到了吧 這就是 Grandfather 這個 Oh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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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多麼好的一家人啊 現在啊 我們就要去見證他們真正的食物 在葬禮開始以前 我們先要去看一頭很漂亮的水牛 水牛對於他們的葬禮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子 對 然後這裡的水牛也是分檔次的 普通的就是那種黑的水牛 但是呢 這裡有那種超級超級超級貴的水牛 現在我們就去看一下 You can see the house looks like a traditional house Yeah 這些昂貴的水牛啊就住在這些屋簷下面 哇 這麼大 You can see the eyes The eyes are blue 哇 真的真的 眼睛是什麼 哇 哎呦 乖乖 And this is the older one We are big This one is about 600 million 我告訴你們怎麼貴啊 它身上的花紋啊 越花就越值錢 就那些水牛不是黑色的嗎 越黑就越不值錢 感覺有沒有有點像是白花瓶的感覺 有點 這完全不同品種啊 對對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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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one is still a baby So more than one years old But the price is about 300 million Oh Why do they need the buffalo We need buffalo as a transportation to go to the afterlife So in Thoreza language we call the afterlife as Puya Because this one will carry our soul And will carry our things But based on the legend He needs some help To pass all of the challenge To get to the afterlife So the first one The road was covered by the grass Like a long long grass Call another buffalo We call it balian So the buffalo who has like a long long horn To clean the road And he can pass And then he walked But there was another challenge came It was dark And he said I cannot even walk to the afterlife I need the light in the front So he called another buffalo We call it bonga And then he can walk 現在我們就跟著那哈利亞去參加葬禮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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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之前 我們先穿上黑色的龍肌 這一表是尊重 Ana穿上衣服都不認識了 這個真的 呵呵呵呵 這也是葬禮 就類似於我們登記的地方 然後你送點錢啊 就什麼的 我們坐這裡是嗎 是 我們坐這裡 好 He is one of the son Son in love Sorry Son in love of the people who died Ok ok So there are two buddies Couple husband and wife Ok The couple Grandpa and Grandma They have 13 children 13 13 13 She is the 7th 裡面是煙 我們捐兩個條煙吧 對對對 這個我們也拿走 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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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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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8 18 19 20 20 20 代表他们是真正的很生病的状态 到了死亡 这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葬礼 我们不能站在ABCDEFG这一排 因为我们不能挡住他们的视线 这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可能 是一些政府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还有一些当地比较有名望的贵族 这就是他们即将举行离世的姑娘 老婆你跟他们回个饮呗 老外也在拍我们 老外不会把我们当原住民了吧 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到了 他们俩都是生病五到十年以后在举行仗礼的 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之前 按照我们的说法 他们已经死了五到十年了 接下来会杀这两头当中啊 不漂亮那一头 刚刚你们看了最贵的 你们觉得是哪一头 啊天呐 真的很害怕这个场景 接下来他们就把两个 犯账礼的拿来 就像你们看到的这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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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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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们在游了一圈之后啊 他们就把棺材啊 抬上去以后代表他们就真的死亡了 现在葬了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出发 这里是一个洞穴 也是他们的墓穴 这里的头骨随处可见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埋在一个洞里面吗 其实他跟云南的很多风俗是有关系的 很久以前云南人到这里来啊 跟他们做了一些混合 包括文化也做了一些混合 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棺材上面 比如说这样子 这条纹啊 就很熟悉了 这个墓像不像 云南县王墓 这里有个洞穴 我去 哇 这么刺激的吗 哇 这个洞穴全是 对 害怕吗 老婆 有你在其实不是很害怕 所以 因为我们有很多洞穴 我们有很多洞穴 我们在前面 有很多洞穴 决定了把我们拆除 在洞穴 去保护 但是 物费可以来到这里 人物费可以来到这里 所以他们在这里 所以他们担任 有很多洞穴 所以他们把洞穴 在洞穴 然后他们把洞穴 在洞穴 在洞穴 但是在前面 不是一个好 因为我们 人物 我们有脖子 所以他们把洞穴 所以他们把洞穴 所以他们可以 把洞穴 在里面 所以他们说 OK 我们要把洞穴 所以他们把洞穴 所以他们把洞穴 像你们看到在山上 然后把洞穴 放在里面 然后把洞穴 然后把洞穴 放在里面 所以他们把洞穴 放在里面 我们就要结束了 包括我们在这里 来参观 他们都是给了别人 捐献的钱的 我想的话 给个人民币 一千多 差不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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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 你不需要带吗 你相信我们 是的 你确定 没问题 多多 所以 你的频道 成功 成功 所以 可能在未来 你会有1万万 哦 哈哈 哇 回去了路上 下降好大的雨啊 哇 今天又要乘漏汤鸡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我们回到宾馆了 这雨也停了 还有点打雷呢 我不知道你们发觉没有啊 他们整个社区之间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大家都是互敬互爱的 我们在逛了整个拖拉甲之后 也能感受到他们村民的热情 那么如果他们整个大家族的话 那就更加的互敬和互爱了 其实啊 你爱过了一个人之后 你就很难去接受他的离去知道吧 所以说他们需要用5到10年的时间去接受和消化亲人们的离世 然后趁着亲人们生病的这个期间 他们会去到处筹集之间 为他们举办一场盛大而体面的葬礼 来接受真正死亡的到来 在葬礼进行到第4天 他们即将下葬的时候 但是他们的亲人依旧会哭得很惨 其实爱过的人都会知道 真正接受离开的那一刻 时间啊 只能稍微的冲淡一点痛苦 所以这里就会引出一个伏笔 在每过2到3年以后 他们还会把亲人从墓地里再挖出来 再为他们梳妆和打扮 这就是当地最著名的一个叫做Manele的仪式 今年很遗憾我们错过了这个仪式 他们每年的8月才会举行 所以如果明年我们有空的话 8月份我们就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举世文明的仪式 所以我们的故事今天就这样 周围结束吧 最后我们来报一下沐吧 我们是连着恰式 今天是我们百国旅行的第652天 我们现在在印度尼西亚的拖拉甲 最后我会陪你走过六年的时光 拜拜 老虎爱你 小美美哥送的小礼品 你记得我昨天怎么说来的 啊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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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故事啊 就这样结束吧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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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